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九百零四集 电话结束 陆悠悠还在看她 爷爷打电话来什么事啊 爷爷让我们晚上回去吃个饭 好啊 那我就在这里等你 陆悠悠总算可以理所当然地留下来了 陆萧抬腕看了眼手表 说道 现在还早 你确定要在这儿等四个小时 无所谓啊 反正回家也是一个人 待会儿你还要回家接我 怪麻烦呢 那要不要去休息会儿 不要 陆悠悠以为 陆萧又要赶她去外面的休息厅休息 那你自己看电视 我先忙了 哎 哥 我可不可以去你公司里看看呀 看什么 学习一下 长见识呀 以后对我找工作也有帮助 陆悠悠随口编了个幌子 他自己清楚 让他看一下午电视 绝对是煎熬 还不如出去看看 如果你想工作 可以随时过来 要不要这么认真呀 他就是说说而已 那我 还是先熟悉一下环境吧 我叫人带你去转转 陆萧拿起座机 拨了一通内线出去 电话接通后 他说道 过来一下 陆悠悠琢磨着 陆萧该不会找灵星 来带他去看看吧 心里这样想着 他就问了出来 你叫谁过来 该不会是叫灵星吧 如果是的话 那他宁可在这里看电视 不等陆萧回答 办公室的门 被人从外面推开 小秘书见办公室里有人 立马汉手道歉 对不起陆总 我看门没关死 就直接进来了 不知道你有客人在 陆萧眸底划过一丝异色 门没关死 你带悠悠去公司各处走走 熟悉一下环境 是 小秘书没有领到责罚 心里窃喜 转而对陆悠悠说道 悠悠小姐 请跟我来吧 陆悠悠点头 起身跟着小秘书 离开了办公室 无巧不巧 就在下楼的时候 和灵星撞了个对面 灵小姐好 大抵是知道 灵星和陆萧的关系 就连陆萧的秘书 对灵星 都是客客气气地 主动打招呼 灵星玩耳一笑 在外人眼里 她永远都是一副 平易近人的样子 你们这是去哪儿 陆总让我带悠悠小姐 来熟悉一下公司环境 应该是想让悠悠小姐 来我们公司发展的 灵星下意识地 看了眼陆悠悠 就好像看着 未来的敌人一样 当然 这种情绪 不会让任何人端倪出来 她对小秘书说话的时候 依旧是面目含笑 那你就先去忙吧 我来带悠悠去熟悉一下就好 这个 会不会太麻烦灵小姐了 小秘书也不敢私自 把陆悠悠交给别人 回头陆总给她来个工作失职 那就不好了 不用麻烦 悠悠是我的小姑子 我带她熟悉环境 是应该的 陆萧那边我会去解释 你不用担心 林欣自知小秘书的担心 同时也在宣示自己的主权 她从来没有说过 陆悠悠是她小姑子的话 刚才这么说 无非就是想宣示 她跟陆萧的关系 有了林欣的话 小秘书的心自然是放在了肚子里 那就有劳林小姐了 我先去忙了 小秘书离开之后 当下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 陆悠悠向来不待见林欣 从来也不会像林欣那样 去装模作样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无需伪装 而林欣却不同 即便她对陆悠悠满心怒恨 但表面上依旧是和颜悦色 小秘 你真的打算过来上班吗 林欣最关心的 就是这点 如果陆悠悠来上班的话 还不一天到晚都黏着陆祥 那她岂不是更加没机会了 陆悠悠原本并没有打算过来上班 不过看林欣好像挺紧张的 她倒是想改变主意了 怎么 有什么不可以的吗 当然可以 这里是你哥的公司 你想过来 也就是一句话的事 只不过 你会是吗 陆悠悠被她问的语色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学的专业 好像是导游 林欣挑眉 颇有几分轻蔑她专业的意思 要知道 导游和他们的企业 可是完全不搭边的 陆悠悠来这里工作 傻子也会知道 她是仗着陆萧这个大boss而已 陆悠悠自然是看出 林欣的挑衅 不过她并不恼 而是选择了反击 学什么专业 跟来这里工作有关系吗 你当初 不也是从设计 转到了财务的吗 当然了 我们俩 可没得可比性 陆悠悠 算你这次识效 知道跟我林欣 没得比 确实没有可比性 毕竟 毕竟你姓林 我姓陆 即便我来这里 每天睡八个小时的觉 陆氏集团 也不会跟你改姓林 林欣垂在身侧的双手扣紧 面上 这会儿也很难再保持 刚才那合约的笑容 是不会跟我改姓林 事实上 也没有必要改姓林 毕竟我的丈夫姓陆 倒是你有朝一日嫁出去了 真正和陆家无关的人是你 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陆悠悠要嫁 就嫁陆家 别人家我过不习惯 不像你 口口声声自称陆霄的妻子 谁知道你背地里 给我哥戴了多少绿帽子 林欣脸色骤变 眼底划过一丝惊骇 陆悠悠 你不要血口喷人 这是陆悠悠第一次见到 林欣这么紧张又惊慌的一面 她笑得更加别有深意 我是不是含血喷人 你自己心里有数 但是林欣 我警告你 玩火自焚的事 一点都不好玩 你最好不要再让我撞见 你那些见不得光的事 否则 我要你好看 林欣她自己不要脸也就罢了 但是不能因为她的不知廉耻 而影响到了陆霄的名誉 陆悠悠 你以为你这样 无凭无据地 污蔑我有用吗 我告诉你 没有人会相信 而且我也没有做过 对不起陆霄的事 你要是敢乱说的话 也当心我不给你面子 好啊 那我们就走着瞧 看看陆家 到底谁的话更有可信度 少论 下肓 受伤